今年欧林匹亚国际基企人大赛 南北官代表局选择在基南大学库中基盘 原来总共有18经学校报名参加 这次比赛特别于事物作为主题 国中小国中节分别占对监作浪费事物 尽管農业及事物汇山丁主题 来设计可以充足要求的基企人 比赛不但比国际 也比学生对着浪业与牛市医地的了解程度 相当鼓励挑战心 对 然后那个果实就会到运输带 然后就可以 就是它可以自动采收 然后自动运输下山 然后下山之后再自动分类 分类之后就直接把它到货车上 直接再去市场贩卖 让我们那个上山工作的时候 不会这么的有危险 然后也让那个我们的劳动力 能够减少 人爱国中学生占对高山荣业的需求 设计出可以应付高山地形的采修夾起人 另外 也有学生设计出全主动灌溉夾起人 2008年奥林匹亚夾起人比赛 要有国中小组 主题都跟事物有关系 即将要参加的是9月8号跟9月9号 也是在我们巨大附中与南投县政府一支合办的机器人总决赛 希望今年能够出现非常好成绩 那今年的主题是跟实物有关系 从国小至大学有完整的机器人教育的竞赛类别 那主要的话是可以让学生动手做 那并且呢可以有逻辑的概念 那透过呢世界赛的主题呢让学生们发想 国中実比的是創意 国中小组主题的分辨是减少是文聋会比赛类别浪压 学生除了自己作证 那就要自己设计定性 让他们可以依照要求目标来运作 比较难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为什么 因为我城市很大都不知道怎么写 那要怎么办 慢慢测试慢慢改 同学之前讨论有没有帮助 有 其实这个部分如果说学生要完成编写 城市设计到AI人工智慧的部分的话 他就是要具备了基本从基础科学的部分 像可能物理的概念数学的概念 然后还有就是他必须要解决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的话他可能也会再结合 我们一些基本的学科 像可能生物可能有另外一些应用科学类的 主办单位表示 学生除了爱有相关科技鸟油的地线 也就要对食物与農厄 有粗补的了解 才有法度应付这项比赛 最后选出的游戏端 将代表南岛观参加九月车 在纪南大学乎中基盤的全国赛 接着王小星彩虹报道 感谢观看 周围